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裴眼的房中有何动静 熄灯了 江慈呢 应该还在吧 今夜你去治首 三郎也在 少君还没休息啊 小瓷未归 我心难定 夜深了 你都叨扰三郎子民一整晚了 回房休息吧 好 坐吧 以后莫要再把披风借给别人了 你的身子也不是贴打的 是 秋风寒凉 乱乱身子 多谢侯爷 小瓷不太喜欢喝姜茶 哦 刚才吃太饱了 喝不下了 看来小瓷今夜玩得很开心 小瓷今夜是和三郎一道游玩吗 你二人 何时变得这般熟悉了 哦 就是碰巧遇到了 指挥师也是看在侯爷的面子上 才对我诸多照顾 我看小瓷和三郎还有子民相流甚欢 还以为他们之中有你心悦之人呢 我没有心上人 侯爷 那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这段时间还请小瓷 宿在我的房间 为何 三郎此次来南陵 明面上是助我查案 实则是监视我 在南陵的一举一动 陛下也有疑测探我 是否有儿心 三郎聪明至极 绝不能让他看出你我之间的破绽 我知道 做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一种伤害 但我必须选择 守护重要的人和事 泥水里面 我在外面 是 是 裴眼的方中有何动静 熄灯了 江慈呢 应该还在吧 还在里面 属相明白了 今夜宴席之上 大人想必是故意挑准时间 博取江慈的信任与好感 温柔刀啊 刀刀致命啊 大人好计谋 裴眼以为他跟江慈最为亲密 却不曾想 大人已经悄悄渗透了 看来这注释本 指日可待 李妃 属下在 今夜你去治首 现在 大人外面风那么大呢 月黑风高 想必 正是长风卫出动的时候 大人 属下明日还得跟您去铸造司 查军线案啊 我查军线案 本就只是走走过程 眼下 还是找到燕氏姐妹最为重要 去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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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en 大人 五 三